196. 《文匯報》與千華話題不離 《臭仔經鎮語》自爆一賣古咒 與時,2015年7月13日娛樂頭條A35 香港《文匯報》信五真語、楊千華、黃司令Angela 與老芬等昨日到元朗出席新戲寶貝當家開鏡拜神儀式 而Angela父母王惡倫與李商亦有到場 在戲中飾演Angela父母的真語在台上盡顯父愛 不單叫Angela唱歌,又跪下來遷就Angela的高度 最後更忍不住咬了Angela肥刀刀的手臂一口 真語、千華與Angela在現場軍備形容為頑童 不過真語就連亡否認,少青小時候常做公益運動 遇到老人圓幫忙洗澡等 飾演Angela母母的千華又為自己子有兒子 故事才能體會與女兒的溝通 就像跟朋友一樣,又可以幫她打扮成公主 千華亦大讚Angela很聰明 原本很擔心首次跟對方合作有壓力 但第一次見面時,Angela已主動跟她溝通 是個很懂事的小朋友 鎮宇透露戲中要一人職演兩個 分別是Angela的爸爸及壞人 小說者恨不或算,因只有一份人工 問到為何不向王精要求收多一份錢 他笑稱,他反問我,乃要不要 股市又這樣,唯有袋住先 真語族然股市跌得那麼厲害不敢想購入 但他一買就會搖 連老友王子說也貴求他不要購買 我比鮮奶更鮮奶 不過這期沒有賣 連股票機也找不到 王精封殺一傳媒以至寶談會電影 真語笑說猜不到能跟偶像楊千華合作 二人一碰頭就談臭仔經 約早兩年可能與千華沒有話題 但現在能說兒子們的入學問題 問到與Angela合作可有慾望生女兒 真語即然活者想法 千華就指照顧兩個小孩狠淚 因跟男生與女生的溝通是兩回事內的 千華俗然氣中他是一名闊太 有淺度方,我的家是城堡 真語即補充子氣中的家是參照米高即順的家打造 有旋轉木馬與噴水池 回旋樓梯則是依照周制酒店的樓梯而成 我起初以為是主題樂園 但原來是搭景 至於久未接拍喜劇的千華表示 整個劇組有很多小朋友氣氛很好 眾人亦十分幽默 真語把我從地獄帶回人家有跡反 另外,試次發布會一 傳媒旗下所有看物的媒體一律被他到場採訪 身為監製的黃晶解釋 指該傳媒旗下某看物對他不有善才決定保護自己 好讓他們不再有機會傷害他 短期內我有份投資的電影都不會安排一傳媒集團採訪 限期多久,看表現 此VB不接受他們採訪都沒有倒閉 有時的是黃維基 URG 0 1 感谢观看